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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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会议中也提到全台湾的卫生机和人力只有474人 不只食品业务 连药品 医院都在查核范围内 但是全台的食品餐饮业者有30万家 等于一个人要负责630家业者 因此也呼吁政府补足经费和人力 对提升食品安全才能真的发挥效果 记者欢迎入刘翰林新北市报道 又传出有病死猪流入市面 高雄市检调查获了一个贩售病死猪的集团 把原本应该要运去销毁的病死猪 挑选其中卖向比较好的 又转收来到了市场 十年来可能都流入了高雄市区的传统市场 自助餐店以及海产店 而究竟还有多少的猪肉流入市面当中呢 目前检调还有卫生单位还在进行追查当中 检调人员拦截货车 发现车上载着病死猪和一些内脏 以及有不少苍蝇在上面乱飞 小猪肠那个刚出生的小猪肠 大概五个猪肠 立旁的猪舍里也有好几头病死猪 就堆在地上不仅吸引大批苍蝇乱飞 还传出症症恶臭 而这样的病死猪肉 十多年来不知道已经有多少被民众吃下肚 有一些自助餐业者 或者是一些火锅店业者 那另外的话他的儿子也会驾驶这个发财车 以这种流动摊贩的方式 在一些传统的市集 贩售给一些不知情的家庭主妇 高雄市检调单位借货民众检举 在高雄和屏东等地区 查获正姓父子等四人 利用合法登记的车辆掩护非法 将要送化至场销毁的病死猪 分类挑选再送往市场贩售 除了他之外 他的小孩也是有在收集这个病死猪 那每天下午大概四五点左右 他们两台车会先会合 然后将猪肢做个分类筛选 检调单位还发现 嫌犯特意将病死猪肉 运往高雄市区贩售 避免查气 而嫌犯从事这项工作十多年 如果这些病死猪生前曾打抗生素抑制病情 民众吃下肚可能会成为过敏源 或者引发气喘 卫生单位和检调目前还要向下追查 记者李淑兰 孟昭全高雄报道 开放陆克自由行 在昨天正式生效 之后每天将会开放五百个人 而第一批的自由行陆克 预计在下个礼拜二会抵达台湾 陆委会主委赖信员展示手上的 大陆旅客台湾自由行手册 这个封面同案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随处可见 因为陆委会在纽约的公车上打了恐告 他也宣布陆克自由行正式的起跑 我们要把这一项政策的风险最小化 那要以循序渐进的方法 让他的利益极大化 而总统马英九在接见外宾时 也特别向他们说明政府开放陆克自由行的政策着眼点 自由行我们的着眼点当然能够增加商机 但是更重要的呢 让更多的大陆的访客 能够深入台湾 了解台湾的现况 我觉得对增进双方的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 陆克自由行每天开放五百人 入境的天数由次日起十五天 预估每年可以带来外汇收益九十一到一百九十五亿元 申请来台的陆克不用缴交保证金 但必须提出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的存款证明 或是年薪达到十二万元的人民币 或是持有银行金卡 至于学生部分只要付赞选证明就可以来台 而如果自由行陆克预期没有出境 将限制三年内不得再入境 负连带责任的台湾旅行社 第一次将遭到警示 而第二次将停止送自由行的案件业务 一个月或是扣十万元的保证金 记者黄沛山 张国梁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 打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神连桥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教育有关的修语 老师上课会点名 千万不要迟到了 手语的结构是 上课 老师 点名 有 迟到 不可以 点名的手语 是一手张开代表点名表 另一手伸出实距 在手上做出点名的样子 就是点名的笔法 老师上课会点名 千万不要迟到了 下诺 下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